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12号 今天是星期四 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英文就是Nantengale Florence Nantengale 那么南丁格尔这个人呢 他是1820年5月12日出生 所以今天呢 恰好是他诞成202年的这个纪念日 也就是说他如果还活着的话 是2020岁的老人 世界上可能还没有这么高龄的老人 不管怎么说吧 南丁格尔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你稍微对这个护理行业有一点了解的话 可能都不止一次听过他的名字 还有跟国际红十字会都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南丁格尔呢 他其实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上流社会 这个也算是就是说地位比较高的一个家庭 那么在这个家庭中呢 他们应该是不用去自己从小啊 不用去干那些杂物啊家务啊 那些事情都是仆人们来做 所以呢 小的时候就像一个公主一样 养尊处优 处处有人照顾 他们的那个庄园非常的漂亮 待会儿我会把他们的家里边当时的那个 那个公园呢 叫Embert Park Embert Park就是他们的家园 庄园 那照片我会放上去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么他们这个家庭呢 在这个意大利佛罗伦萨也有产业 所以呢 他是出生在意大利 所以他的名字是以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这个城市命名的 那么还有一个姐姐 是在意大利的另外一个城市出生 也是用那个地方的地名命名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后来的学习生活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英国 因为在英国他们有非常大的产业庄园 而且整个的社会关系也都比较丰富 那么南丁戈尔在17岁的时候 他就对动物有一种特别的恋爱和关心 就是有一次他看到流浪的小动物走失了以后 身上还有一些伤口 他就细心的为这个伤口进行这个消毒处理 然后给它包扎 他喜欢这种小动物 他当时就下定决心说 以后要当一个护士来帮助这个穷人 也帮助一些小动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还不满17岁 也就是说他大概在17岁的时候 就立下了要当护士的这样一个志愿 但这个志愿呢 不会得到家庭的支持 到了这个1824年 就是当他24岁的时候 他对家庭正式宣布 他要当护士的时候 他的母亲非常的震怒 吃惊失望 甚至难过 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 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 宝贝女儿去当护士呢 因为那个时候 人们对护士这个职业的看法 就是跟一个大家庭里边 富人家的那些杂役啊 仆人啊 餐馆里边的那些服务员 感觉都差不多的 就认为地位非常的低威 所以一个应该说中上层的家庭 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呢 南丁格尔不听家人的劝阻 他坚定的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 有一次他在英国的一家工厂 看到工人 没有得到很好的护理死去 所以呢 他就对这个事件呢 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么慢慢呢 他这个信心啊 决心更加的强烈 所以呢 从1844年 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 应该说他就已经投身到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护理工作 这样的一个事业之中 我们看到他后来有很多的尝试 后来这种尝试呢 总算是得到了一些回应和帮助 就是大家看出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而且非常愿意去做 他这个在学校里边学习成绩很好啊 他数学非常突出 本来按道理来讲 他是有可能考上那些顶尖名校 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 但是他就是喜欢上了护理行业 那时候护理行业还没有形成当今的这样的一种 现代化的医学护理 所以呢 他下决心要改变那种状况 那么他在 1854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30多岁了啊 1854年的时候 他带领了38名护士 在10月21日出发 11月到达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当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 那那场克里米亚战争呢 是从1853年的10月份开始 到1856年的2月份结束 打了两年半的这个 不到两年半的这样一个战争 当时战争的双方 一方是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 所以说希腊呢也是短暂的参战 参战的时间不到半年时间 所以希腊是短暂的参战 另外还有一个叫库尔德的叛军 也参战 所以呢俄国方面 他们称为东方战争 这场东方战争中 他们参与的人 是相对来说 至少从类别上来讲 没有另一边多 另一边参战的国家非常多 有英帝国 对吧 大英帝国 有法兰西第二帝国 这是英法两个大国了吧 再加上有一个叫萨丁 萨丁尼亚 萨丁尼亚就是后来意大利 那么还有呢 一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国家 裹在一起 应该说有参与的这个方面 有十几个方面之多 他们联合起来和俄国打 这场战争的最终的结果 当然是俄国后来感到吃不消了 就求和 在巴黎签订了合约 那是另外一个巴黎合约了 所以呢 这场战争 就是打了两年半不到的时间 那么南丁格尔呢 就作为志愿者 当时就带了38名护士 到当地 到那个克里米亚战场去参与 那么我 现在我先说到这 等会儿我再接着说